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餐台上一道道色彩诱人香气十足的菜肴顾客大把大把 夹入餐盒内但有消费者打开便当后却看到这样的画面 一只胶黑干扁的不明物体就在菜肴内向极了 壁虎顾客吓得赶紧把便当拿回店家 我放上去的时候他也没看到我也没看到 因为根本都没有裸露在前面嘛 回到公司我才撒一拨开那一只就出现了 消费者日前到左营华下路上一家经常消费的自助餐店光顾 加了一共115元菜色没想到遇到这样情形 拿回店家厨师请他询问櫃台人员 但櫃台员工一下回复是螃蟹 一下又说是鱼让他很傻眼 当事人不满店家处理态度为何一句道歉都没有 对此店家做出回应 那个不是壁虎啦 对啊不然那是什么 青蛙啦 青蛙喔 小青蛙 这次高雄带淹水有关系啦 他那个青蛙附着在那个货品上面 卫生局监货消息前往稽查 并未在菜窑发现异物及生物足迹 针对砂糖菜品没有落实覆盖等缺失 要求改善 付差没过最高将开罚6万元 华视新闻秋仙薰林博瑞高雄报道 哈啰我是雷亚 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